台湾人什么都败 也什么都不奇怪 而且碰到困境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去庙里面来求签 希望神明能够指点迷津 但是在这个时候 讲到解签的人就特别重要了 因为要把签试上面短短几个字 融入到每一种的难题当中来解答 这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要看看这位解签的老伯伯 他还是一个盲人 我们就来看到 这是已经88岁的陈天静 他是在屏东恒春的 这间土地公庙来解签 已经有30多年了 也堪称是庙里的活招牌 而很特别的是 他还能够把100多手的签诗 倒背如流 到底怎么做到的 据说是土地公 入梦教他的 一手组着拐杖 一手拿着金纸 看到神像就拜 这位老婆虽然眼盲 却能在庙里行动自如 仿佛走入无人之境 原来他在庙里服务超过30年 早已熟悉每一个角落 狼宋千诗 行云流水 88岁高龄的陈天静 是屏东恒春这间土地公庙 最资深的解签园 一字一句亲切解说 每当有信徒要求解过的时候 陈天静总能把千筒里 多到101手的签诗 活用解释得淋漓尽致 更令人佩服的是 他除了眼盲之外 还不怎么试字 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被签诗竟是土地公教的 怎么可能 这一切要从他年轻时说起 民国59年 家里贫穷的陈天静 打算去跑豫养渔船 先到庙里问土地公 却得到这样的答案 不顾神明劝告 陈天静坚持出海 最远曾到非洲捕鱼 本以为人生可以就此发达 没想到意外却先发生 这一病不得了 陈天静的眼睛从此失明 无法继续从事捕鱼工作 黯然回到台湾 这该说是土地公 一语成称马 陈天静倒是乐观 我一语成称马 有差不多七个 有一个印度鱼 去那里脱了 然后整个鱼都去 人们都没去 所以找到鱼 那里脱了 我只能说我没去 我也是陈人去投印度游家 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不过失明的他 却很难再从事劳力工作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 当他发愿要替人解签之后 土地公竟然夜夜入梦 我在那里脱的时 我会把他们做病 你那里华欺欧 我真的有 我当时有 这个陈南信力 让他们方便这样 陈天静说 解签的本事 几乎都是土地公 在梦里传授给他的 这该说是土地公显灵吗 这顿奇遇 让他成为国宝籍的解签员 在横春当地家喻户晓 而他口中的土地公座 更是人气王 信徒争相朝拜 到处挤得水邪不通 因为这里是出了名的 求财圣地 有一年来到这里 看着八公子发资金 大家都要求 大家都拜 我也是来求 结果八公子很疼 让我一次的机会 就发资金 结果一年 我没有他的导致的生意 去年让我有一点进宅 我的心就很开心 我说八公子 你如果这么有灵魂 你就让我怎么怎么 我所有求的都有照我所返 有求病的土地公 就被供奉在一处天然的岩洞里 跟人工建筑融为一体 妙方说这是因为土地公 原本就来自于岩洞 那是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传说 到有岩洞里 那就是在山洞 那两个伴供奉 这就带起来 人家如果近众 起来到这个树洞里面 就不去了 名样的老夫妻是谁 村民盛传 他们是土地公 土地婆的化身 真的吗 要算了 有就放到这里 这种是草药 种是草药 若不需要回家 找不到油 就不想到油 就特地说 就说我们的油 是最冬 还是最塞 还是最冉 如果再拔 就是去找的就找油了 从找牛 找羊 再到起雨起伏 村民的心愿 仿佛朝严冬一拜就能被实现 莫非真有神灵住在里面 就因为神威显赫 土地公才逐渐有了神尊被供奉 坐镇在恒春西边的山上 成为这一代的守护神 真的他家里都担不虚 以前都是牌子 不像现在有这一季 所以有时候都会反覆 反覆就会人的 就会命 就会损失嘛 相传恒春境还在某一段时间 明明就没有台风来袭 却每天大风大浪 不少渔民葬身大海 这到底是怎么了 特地公主要是卸茶了 他就会认为万年苦吃 恒春尽有归金作祟 他就会派他的保障 尤其安君万岁 下去收福 说来神奇 据说万年归金被土地公 收服了之后 大海总算恢复平静 更悬的是 山上一夜之间 突然多了这么一块 很像海灰的巨石 我们的福林区 万年约九头在这里 并且我们特地工作 搁这 替我们特地工作 来修复 来治财户 庙方说 恒春这一带山区 是风水宝雪 才让土地公 得以发扬神威 甚至把海龟金 纳为守财库的神寿 而另一头 还有一颗怪石 同样大有来历 我们有发现这个金阁的灵灭 它里面还有一个 顶山的架枝荷 它有一个好植 好植里面有四极植 它是中央山脉 恒山老虎嘴的怪石 被称为咬前虎 据说它也是金怪 幻化而成 家禽家畜一夜消失 怎么回事 土地公一出手 黑虎精再也无法作怪 据说它也跟龟金一样 成为守财库的神授 所以贾之后 我们有一个用一个冬资后 代表把这个铜钱 把这个钱财富送到你家去这样 所以贾之后是放山 风链菇 我们是像台湾海峡 别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不只巨石传说 这个通海洞一样神秘无比 商船里头住有两条巨蛇 专门看守财库淋血的中心点 正向如何不得而知 不过从络绎不绝的 进乡人潮来看 身性五百五波比的人 肯定不少 在台湾最常见的神明 应该就是土地公了 庇佑箱里 还有替信徒招财等等 大家常常听到 都知道拜土地公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有听过 土地公显灵救人吗 这一段神迹就发生在 桃园南坎的一座土地公庙 当时有一名工人 他在十米高的阴架上面 在修屋顶 突然他往下一看 怎么有一个男生 躺在地面上呢 到底是谁 揉个眼睛想看仔细 结果发现 躺在地上那个人 长得也太像他自己了吧 怎么搞的 下一秒 他还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就从阴架上面摔了下去 当场是头破血流 这个伤是很严重吧 可能是要收养很久的 但是说也奇怪 短短两天而已 他就出醒下床了 还说是土地公救了他一命 大楼厂房林立的桃园南坎 金国特区 一旁的公园小角落 处立着一间土地公庙 虽然占地不大 香火却忘得很 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那早期的话 因为这些我们的一些先民 祖先 在耕荣的时候 他们都习惯在整个一个 几个田耿的当中 来树立这个参涛宫 以前所谓的参涛宫 我们变州里这边将近了 二十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土地公庙 从早期被农民 供奉在田野间的石头宫 到后来升阁被立庙参拜 其实这里的土地公 一路颠沛流离 搬过好几次家 或许正因为如此 他特别借地气 频频显神机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一位前程参拜土地公的 信徒叶先生 是知名的企业负责人 也是土地公神机的见证者之一 当年因为幸福路 就前面这一条三十米大岛 是因为说要这个四地重化 所以说这个土地公的守在地 刚好郑重路中央 所以被一定要拆除 多年前土地公庙 还在另一处旧址 遇上师父土地重化 要福德正神被迫当起流浪神明 当时的庙公求助叶先生 他二话不说仗义相助 这一大片用铁皮围起来的土地 以前是一间大工厂 而土地公那时候就被信徒 请到了厂房里 被供奉在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 我是说你土地公既然 在路冲信徒路上面 你必须一定要迁离 你就直接迁在 我刚好在信徒路旁边 就是纯粹说你土地公要进来 我很欢迎就这样 就没想到说发现这些事情 什么是让叶先生如此惊恐 原来当时供奉土地公的工厂 年久失修 不得不找工人处理 因为那是一个 比较破旧的老工厂 大概40年了 铁皮高度大概差不多10米 大概10米左右 常常漏水 所以我就找师父 我们里面的师父 上去10楼翻修了 这一名工人修着修着竟然 他是在上面10楼的上面 然后往下看 看到说地上好像躺着一个人 什么人躺在地上 他在仔细看的时候 自己就掉下来了 从10米高楼梁上摔了下来 怎么得了 掉下来的时候我想完蛋了 因为下面是阿溪 就是水泥的土地 结果砸下去 大概会 因为我就直接送到 阳明胜医院 当时这名工人头破血流 情况非常危急 直接在转送长庚医院 在长庚医院急诊室的时候 在等待生命指数上来 才要急救 因为要好几个科室会诊 没办法就在那边等 好像脚 手 也都有断掉 有受伤 很严重 临时聘请来了工人 躺在加护病房 性命垂危该怎么办 叶先生担心到一度失眠睡不着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奇迹发生 隔了两天 打电话给我 说他好了 我下来一票 赶快去医院去看 我以为他是完整要出院了 结果是真的身体好了 哪来这么神奇的事 伤众到差点没医院 肯救治的工人 竟然两天就能出加护病房 怎么可能 他跟我说 掉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 胡须很长 帮他扶着 晃在地上 然后炸其他的事情 就都不知道 奇怪 长嘘老人是谁 工厂里明明清一色 都是壮年男丁 从没见过什么 胡须很长的老翁 叶先生满夫疑惑 却都找不到这一位大恩公 但事情就是这么悬 等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出院来看 原来就是这个土地宫 他发现手 完全一样 就是他 我掉下来的时候 从石楼的高度掉下来 快着地的时候 帮他扶着 放在地上 真的假的 那一位扶工人一把的 竟然就是土地宫 难道真是他显灵吗 有时候来讲 天机也不可泄露 也不可以明讲 所以献了那个像给他看 就提醒他注意 但他那也跌了下来 那跌下来之后 就有看到一个白发的老翁 去扶了他 然后让他没有受到 很严重的这个伤害 其实这个就是 神明慈悲的地方 顺其的土地宫 救人事迹 慢慢在乡里间流传开来 让这一尊 一度成为流浪神明的福德正神 一系成为地方上的守护神 说到了守护香里 不少音庙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在车水马龙的台北市闹区 就有这么一间知名的姑娘庙 不到两坪大小的小祠堂 供奉着一尊牌位 上头写着苏氏彩云 她到底是谁 为何被立庙公人参拜 苏姑娘因为当时是瘟疫流行 所以死掉 死了不少人 那都葬在大家的这个地方 相传苏姑娘出身台北大稻城 家境优渥 但十三岁那一年 却死于清末的一场大瘟疫 家人盖了一间一庙既是她 没想到显陵士基平船 庙还越盖越有规模 这边以前是一个违章建筑 然后是一条小路 大概只有差不多30的地方 可以进来 就是有五六个欧巴桑 苏姑娘跟她 报大家乐的名牌 爱国奖券的大家乐名牌 所以才有今天他们出资本 来盖这个苏姑娘庙 受人景仰的苏姑娘 只是因为会报名牌吗 那倒未必 因为当地处在台北市 八大行业最盛行的区域 据说常有特种行业的小姐 到这里祈求业绩长红 往往都如有神助 但更悬的还在后头 她都跑跑跑跑 我找她说 我今天晚上找得到这个女儿吗 她说找不到 这位信徒的女儿离奇失踪 找起的妈妈报警后 跑来求助苏姑娘有用吗 结果隔天到晚上 我说她说今天会回来 她是说今天会找到 那两点我需要拜 拜拔杯 不管怎么拔杯 苏姑娘都说 今天就会找到女儿 真的吗 明明前一天才说找不到 怎么今天又改口了 第二次她也不 意思说她在吃你不要紧张 叫我不要紧张啊 没有说啦 那我在第三次她才好 我收起来 我赶快去找 拿安全帽啦 拿衣服 外套啦 结果回来她站在这边了 女儿是终于天后 竟然自己出现了庙门口 难道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力量引导着她 意思说她要拜 我不要紧张啦 她会叫人家去安排啦 她就不保重 她有保重呢 结果又带回来啦 那一天又带回来 她是很灵啦 信徒口中很灵验的苏姑娘 在网络世界也很夯 不少网友分享她们的经验 说她是最有灵性的小庙 甚至有人在凌晨三点 看到穿着白衣的女子 在她的牌位前游荡 真的假的 当初我知道是来拆的时候 做这地面的红砖人行道的时候 就是机械无法工作 为什么政府一度想拆除了小庙 怎么拆就是拆不了 他们的重机械只要靠近 过来就故障了 是巧合吗 还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在阻挡拆庙无法证实 但每一年农历7月26号 苏姑娘诞成前后 庙旁总会上演好几天的歌仔戏 而经费来源都是来自于 字面拔放了新途捐献 为了就是答谢苏姑娘的帮助 我在工作的时候 有通灵的人讲说 因为杨先生你后面有两位在保佑你 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安地里保护妙宫的就是苏姑娘吗 那么另一位又是谁呢 原来在苏姑娘排位隔壁 还供奉着一尊土地宫 据说一样灵厌无比 为什么土地宫托梦要信徒烧金纸 原来她在前一天为了响应金纸 环保减量政策 原本要烧的金纸只烧了一半 结果让土地宫不开心 我是说不要烧这么多啦 这样 这样不行啦 有时候还要换下去啦 稍微一通听了没这样啦 你听了没 我赶快那一天早上吃一吃 赶快去再奥 我包好了啦 奥奥奥奥奥奥奥 奥奥奥奥奥奥 趕快一大堆再给它弄进去啦 睡得很好的时候 睡得很舒服的时候 然后有人会 有人会跟你拔头 然后跟你讲这 什么事情你应该这样做 不应该怎么样做 入梦指点庙工作室 这未免太悬了吧 或许苏姑娘或土地宫 她们的棋生之所都只是小庙 但她们的显灵事迹无数 仿佛就像是另类的地方守护神 默默的庇佑相礼 成为台湾特殊又多元的 宗教文化之一 土地宫就像是地方的守护神 每一个区域或是邻里 都有土地宫在守护着大家 我们特别带你来看 在卢州 有一尊很特别的土地宫 几十年前因为马路拓宽 这尊土地宫 他没有栖身之处 成为流浪各个庙余的神明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民俗专家 他叫做杨连福 本身也是信徒 他很积极地在帮助 这一尊土地宫来寻找宝地 没想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他到电视台去录影 旁边的来宾就突然说 有一个身穿古代衣服的老先生 跟着你 还有一位很漂亮的小姐 也跟在旁边 真的假的 突然有一个这个朋友 他卖瓷砖的 他会稍微有点所谓的通理 他就跟我讲 你后面有一个土地公王跟着你 那天我就回我妈妈家的时候 结果我妈妈就说 他在客厅看到那个贝宫 那天我还听不懂 什么叫贝宫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就说就是土地公 土地公王先生真的假的 2006 07的时候 我在某一个谈话性节目 当时有一个通灵的师兄 他说我后面跟着一个穿旗袍的 还有一个穿古装 拿拐杖的 刚才这个土地公到来的 会回到你现在来的 穿了红色的衣服 老师一席话 吓坏了这一场的来宾 怎么一回事 当时我帮邓立军 推卢州的这个邓立军 再文化的一些故事 还有随身邓立军主题公园 这种种 也后来也产生了一些文化产品 拿古装的就是这个土地公王 他跟在我后面 就很神奇的 就跟着我后面 这已经是杨连福第二次 听到玄学老师的提点 但他没听出话中藏有玄机 直到那一天 我在永连市 谈救护车 那我谈完救护车 就出去 到了一个如洲 所谓的中山二路一个加油站 那边是一个回转道 有一个铁塔在那边 我回转过来 突然有一台车子 那个人稍微开了快车 就撞下我 仿佛之间 我好像觉得有人在扶我一把 结果后来就去送到医院 就只有这样子 没有 其他没有 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三次 杨连福顿时大悟 原来神明的守护是为了化解这场危机 但是土地公王显灵的事迹 不只发生在他的身上 当时其实我是拒绝的 就是因为我不太确定 有没有把握设计妙 然后让我回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刚刚去哪里 苏敏一头雾水 后来才知道 原来土地公王 早就到妈妈家里走了一圈 这会不会太巧 我还没到家门他就看到了 我刚刚就是那个 有杨博士来拜托这件事情 那我妈妈就说 不然你应该先来这边 听听看指示 那也刮背 那其实等于被公他就 好像就觉得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大赢了这个 土地公王竟然指定设计师 帮他规划庙 宿命自己也觉得很玄奇 但接下来 陆续发生的不可思议 更让他惊讶连连 在烦恼那个现金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 增加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天隔天 就有人捐天公里 对 就是 就几乎是 但不到20小时 但秒经费不足 都说神明自己 会去想办法找钱 苏敏第一次见证神迹 直呼会不会太悬了 但很多事情 其实是让你意想不到的 捐一个天公炉 那那个金额大概是50万 就在捐款之后的隔天 刘先生意外的收到了一份大礼 我进了公司之后 接到一张大概 一万七千元美金的订单 那其实这个金额等同于 是我捐赠给土地公王的天公炉 太多不可思议的传说 信仲说这尊土地公王 几十年前因为马路拓宽了 没了其身之处 最后成为了流浪各处庙宇的神明 但他不想寄人篱下 于是信徒帮他找了一块土地 准备盖庙供奉 让三角头土地公王 有自己的安身之所 大显神威 台湾有成千上万的土地公庙 新北市中和轰炉地南山福德公 可以说是远近殖民 数百公尺之外 就可以看见 33公尺高的巨型土地公神像 筑立在远远的小山头上 据说早期中和轰炉地 就开始流传所谓的宝穴龙拜 按照道家风水的说法 这里的山形 就像是一张太师椅 轰炉地福德正神的坐像 就是在太师椅的龙穴之上 不过也有人形容 这里的山头和地脉 就像是烧炭使用的烘炉一样 早期的炉子它就是有三个墩 那里面就是要烧木材 那这外面就是灶 所以烘炉就是长得像灶一样 那就是有火有土 烘炉地的土地公庙 因为位在海拔三百零二公尺的小仙头 遇到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经常会云雾缭绕 于是就有人形容仙头起雾的模样 就像是烘炉在喷烟 在南西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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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西各地区的时候 常常有那个土地公庙出現 它在山上嘛 所以这个土地公庙出現的时候 大家看到神明显赫了喔 有一个地方人士 他发觉到说 一个白马 白马在那里走你知道 那走来走 那白马很明显 在山下的人看 那时候没什么起床 山下看上去很明显 教育那些丁白你说 材生是官吏 这是白马是土地公庙 所以他有配这个马座 红炉帝神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供奉的 根据庙方的说法 一开始就像是台湾早期 天头天尾所能看到的 小土地公庙一样 丑陋的三块石板堆起来 工人祭拜 当时我们生日祖先 对大陆来的时 因为耕作嘛 他有耕作 所以要祭祀神明 祭祀神明的时 他就在这里找到一堆 古早就有的 一堆像星星的 就像一个神明这样 所以他上去的时候 人越来越多 但是要找人不得找 在这附近的地方人士 说这样不是办法 所以把这个幼影 小庄廟跟老廟 把土地投降下 出现那个 庙中庙出现在这样子 所以今天到后面那些 后天的形状是这样出来的 据说这座庙中庙上方的小山坡 就是鸿鲁地磁场最旺的地方 在人家祈酒里面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讲出来 但是他们大家都有感应到 有一个信徒呢 去这一个地方祈酒之后 听说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好 别人赔钱 他反而是胜利兴旺 那甚至赚到了这个上意的钱 我们行路地 各这些人都来拜 我们一个去拜的 是一个做夜生活的人的人 的男的 女的 去那去拜 结果一代 去那摄材的一个 鱿鱿 一手打造出鸿鲁地土地公庙的女士家族 据说因为有土地公的庇佑 前中和市长呂芳元 才能够连任四届的北县议员 还有两任的中和市长 不过许多人好奇 一样都是土地公 为什么轰爐地的福德正邪 会这么旺 难道真的跟风水保地有关系吗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有三个墩 就是这个后面左右 各有三个石头吐出来 就好像我们那个炉子一样 早期的炉子 它就是有三个墩 就是说神火在里面 那问题神火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庙的底下 它还有一颗石头 那一根石头长得像火种一样 上面三个就是那一个墩 所以这个就是形成一个行楼 事实上轰爐地的福德宫 并不像是其他的庙女 都有打烊的时间 一年365天24小时全天黑暴 据说还有不少八大行业的人 也都会到这里来求财 甚至还有房仲业者 每个礼拜都会带队来这里祈求财运 这里的土地公 就像是财神爷的化身 台湾大戴戟五堂半位地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戴戟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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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